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盈盈 醒了 我醒了 好一会儿了 我睁不开眼 我浑身都是麻的 爸 我在哪儿啊 在医院 女儿在医院里 我怎么会在医院呢 我不是在酒吧喝酒吗 大气 大气呢 女儿 是大气把你送到医院来的 你听好了啊 女儿你这次流了很多的血 不动 不能动 你自己感觉到了 你身体里那小孩 没了知道吗 不难过 不难过 这是天意 你这事过了以后 咱们重新开始过日子 爸爸更知道怎么疼你了 先把身体休养 休养好了再说吧 爸 爸 对不起 又让你操心了 不提这个 不提这个 只要你是爸爸的女儿呢 当爸爸妈妈的 不提女儿操心 提谁操心 爸爸 脾气不好 不关键的时候又拿不出好办法 你不要怪爸爸 爸爸心里都着急啊 爸 你妈妈的对 我以后 我以后好好想见你 以前 不提以前 以前过去了 阿姨 爸爸知道您一直就是孝顺爸爸的 你 你知道这一次谁救了你吗 第一 大气 大气把你送到医院来 第二 应娟阿姨也救了你 她把血输给你 现在你身体里面流的血 就有阿姨的血 阿姨 阿姨把血输给你 要不然的话 随着夜里 可能过不去的 阿姨在哪里啊 阿姨现在在 另外一间房里躺着 我要去见她 我当面洗洗她 不行不行不行 医生 医生没让你下地走啊 不要 我给你放过去 好好地慢点慢点慢点 慢点慢点 吃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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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慢点慢点 吃口气 哎 晕雪 你怎么来了 博福 我来看看盈盈怎么样了 她去看你 你干吗让她出来呀 她在废药去看呢你看 好点吗啊 盈盈 怎么了盈盈 别哭啊 别哭我了身子 阿姨 你 谢谢你 谢谢你 我对不起你 我过去那么 不理解你 我排斥你 做了那么多伤害你的事 你还占救我 谢谢你 盈盈 快别这样 别这样说 你还是个孩子 你过去说的那些话 阿姨一句都没放在心上 真的 你看我都活了半辈子了 能问应该孩子计较吗 我就知道 你们会长大了 阿姨看着你们长大 咱们把生活的坎 一个个迈过起了 前面 就都是好日子了 回到病房去躺着吧 好 到病房去躺着 你要好好照顾盈盈 我会来看她的 那你进去吧 我走了 盈轩 你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啊 以后我每天给你去送顿饭 什么也不说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呢 就请你看着万福成熟成熟地 坐在床边想你的份上 你就答应我吧 甭管合不合理 就管合不合情吧 好 太好了 走吧 我看着你走 每天没忘了吃点营养品 把臭的鞋给补回来 林老头 你这要是有火啊 你等罗英捐回来 冲头发啊 你冲我发不着 不就是枕头 个得头疼吗 我什么事啊 我来伺候你啊 够便宜你的了 不就是一个没人要 没人管的糟老头子吗 你当你是谁啊 你 你这个小丫头骗子 你敢骂我糟老头子啊 你得管我叫爷爷 糟老头子 我可以啊 我可以啊 连一个乳秀未干的小丫头骗子 骂我糟老头子啊 这还有正理嘛 你敢在吧 你在吧 你在吧 你在把我糟老头子 我就掀你耳光 你要扇我啊 糟老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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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乖得着我吗你 好啊 你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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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真要打呀你 老头子 你这是什么呀你 你还真要打我呀你 糟老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啊 你 罗姨 你可回来了 往侧后不了了 李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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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说 他年轻 没经验 别跟他一段见识啊 来 坐下 年车就该报啊 这什么地方 这是敬老的 行了别生气了啊 对 我让这个小丫头骗子等着 看我林医雄有没有本事 炒他的鱿鱼 我不管炒他鱿鱼 我还把他骨头也给炒酥了 屁 到底为了什么呀 小卓啊 我这个枕头硬了 晚上睡觉个子头都是成的 我睡不着觉啊 是为了枕头啊 没关系的 我那儿有一个枕头很软 质量也很好 一会儿我给你拿过来 你先用着 好吗 好啊 别生气啊 小五啊 我林医雄算是个有福的人了 老天爷让我碰上了你 干点儿啊 我给你写手诗 小卓 我不但是个散民家 我还是个诗人 您还是诗人哪 真了不起 想当年 那报纸上杂志上到处都有我林医雄的名字 谁不知道我林医雄啊 我怎么会是个脏老头子呢 这小丫头真是得了色盲上了 就是 你看她眼睛就都歪的 嗯 行了不跟她生气了啊 咱们多了不起啊 是个大诗人是吧 不跟她一般见识 好了 一会儿我给你拿枕头去啊 不生气了 燕燕 你到哪儿去了这几天 打手机都打不通啊 我们去旅游去了 那个地方没信号 怎么了怎么了 下子罗妈妈一听见就跑来了 怎么回事我听说大出血了 那天晚上 没事了 没事了啊 已经过去了 什么没事了没事了 那我总要知道她得的什么病吧 胃病 胃病 胃里不是有很多血管吗 她不小心整肃的血了 她就大量出血嘛 不会啊我从来没听说 她盈盈得过胃病啊 那胃病怎么能大出血啊 医生怎么说的 她最后确诊是什么回事啊 我看盈盈七次还是挺好的嘛 盈盈啊 现在你自个儿感觉怎么样 我挺好的 妈 你别担心了 我真的挺好的 这次 真的要感谢应娟安姨 是她帮我输的血 是吗 你看看妈妈真不好 这个时候不在你身边 盈盈啊你真幸福你知道吗 遇到一个这样好的寂寞 她已经不是我寂寞了 什么 她跟我爸离婚了 你真奇怪好端端的 你们那么好怎么离了 你先别问啊 医师也说不清楚 为什么盈盈 你告诉妈妈为什么 我就更说不清了 她现在在哪儿 她在敬老院上班 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是盈盈告诉我们的 我们三合是特地来谢谢您的 是啊 孙夫人 咱们家盈盈呢真是运气 遇上您这位好人了 您的心呢 比金子还珍贵呢 快别这么说 我有那么好吗 谁都知道我这个人呢 从来不随便够为人 我们是真心诚意的 是吧 婚姻 孙夫人 这里是五千块钱 请您收下 要表表我们一点心意 我怎么能要你们的钱呢 您一定的收拾 不不 这绝对不行 收拾 真的不行 盈盈这不是钱的问题 我们不是给你钱 我是拿这个钱 我身子吗 真的不行 我不能要 您全都为我们补补您的身体吧 是不是啊 要不然您呢 咱们盈盈恐怕小命都不保了 没那么严重 盈盈啊 你跟小孙过得好好的 怎么突然间离婚了 我跟三河都想知道怎么回事啊 是啊 怎么回事啊 这件事情 一下子也说不清楚 都已经过去了 就不说了吧 你说吧 原来你们呢费劲巴力的 劝我们 劝我们 我们好了 你看你们到了一了 谢谢你们关心我 真的 不说了一下说不清楚 回应啊 你看 三个人好像都统一口径似的 都说说不清楚 宋夫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请问一下 有一位猪大 哎 没事没事 看到了看到了 阿七 你来干什么 打啊 那谁都打了 我就站你一两分钟 说完我就走 那什么 那天晚上 盈盈亏了有你了 你看我这人 昨天晚上你到摊上来找我 我不明不白的 讲了一些不三不四不中听的话 我不知道你是为了盈盈借钱的事来的 来 那么所以今天来找你 第一呢就是 为我那天讲了让人生气的话 再道个歉 第二呢就是为了这个 你让应娟转告我的话 还有你旧盈盈的事 我 我十分 的给你感个谢 没没别的礼物 所以我自个儿炒了两样小菜 就是 就是这个 剥了点海鲜 带了几瓶啤酒 今儿晚上你就不必出去买盒饭了 好好在家里吃顿饭吧 我不用你道歉 也不用你感谢 我就是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什么什么什么真相 臭 啊合着你 你现在还还在螺丝里头啊 你怎么越越悬越深了 你悬不出来了怎么就 那事我不知道孩子 我压根就不知道啊 我是那天大家都吵了一架之后 我才明白有那么回事 后来你你妈她 老跟我提这事 每一次都都强调她老公是不喝酒的人 那天开车带你爸妈到医院去 她绝对没喝酒 所以她就想不明白 为什么出事现场充满了酒味 她这这事耿着她心里头二十多年了 你问我我问谁啊 我反正绝对相信你妈 她就没跟你说过别的吗 别的是吧 她就一天到晚来想你啊 想心想的心都碎了 她每天在那边玩命赚钱挣钱还你啊 可为什么 我听别人说是她亲友杀了我的父母 还有她的丈夫 为什么 谁说这种屁股 哦 哦 那天你说 谁害死两条人命就这意思啊 害那还会有谁啊 依我看就是那王德海你那舅舅啊 她她不是才从大狱里出来吗 她想要钱吗 她想要钱呢 她就爱说什么她说什么 我不信她那一套 我说你是怎么了 你宁可相信那个 蹲了三回大狱的一个痞子舅舅 你都不相信养活你二年的妈妈 你这脑子真是转到螺丝里头去了 你就不能想妈妈转出来 你说告诉我应该相信谁呢 我到底应该相信谁呢 你当然要相信你妈妈了 我还能叫她吗 那你就慢慢转 你就慢慢想 我这儿 绝对相信你妈 拿 这菜我就给你搁这儿 我先走了 我告诉你 你要再想想你妈的话 你就不是人了孩子 你早晚会后悔的 你不信你走着瞧 我告诉你 你这菜你要吃就吃了 不吃了也没事 我就来谢你这英语的 没事 雯香 坐吧 爷爷看着都累 你都忙了一上午了 不觉得累啊 没事 我年纪轻轻的 干这么一点活算什么呀 你爸爸过去一生年不在家 现在去个非洲参加维和部队 我也和成天不在家一个样嘛 你非要让爷爷搬到你那儿住 你是不是觉得爷爷老了 不是了 爷爷 我不是想让你和我做个伴吗 爷爷 你不要再说了好不好 你就当是为了我不好吗 好好好 爷爷不说了 爷爷听你安排 好 爷爷你就歇着吧 好好好 哎呀 这车也太脏了 该洗一洗吧 我成天在天上飞的 哪有时间洗车啊 妈 现在爷爷陪你出去 咱们开车走吧 爷爷慢点啊 好 师傅 帮我洗一下水 怎么是你啊 你真是冤家露宅啊 冤家 我可从来没把你当冤家 可我把你当成冤家了 我把你当成冤家了 我把你当成冤家了 冯考官 你不会忘记 你把我淘汰了吧 这是怎么了 小伙子 怎么气哼哼的呀 爷爷 我们先走吧 小伙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孙教他得罪过你吗 郝先生 我看见人挺面善的 你怎么会有一个这么狠心的孙女 爷爷 咱们坐会儿吧 好 行了 哥们 别吵钱骗子了啊 走走 干活 干活去 我跟你说 你管他是谁的 为了个女的不至于 咱赚男的钱 你别砸了饭了我跟你说啊 不想见的人 就闭上眼睛擦车啊 可怕 你别吵走 黄鑫啊 爷爷和你的看法可不一样 我感觉他是个挺不错的小伙子 爷爷 你不知道 他这个人太满横无礼 上了火 什么难听的话都说 看人可不能看外表 那还不是人家伤心了 不管怎么说 就跟人家说 为了妈妈的幸福这一点 就让人感动 爷爷 我交朋友 就看他是不是笑死 连爹妈都不笑人的人 就根本不能做朋友 所以啊 这小伙子能为妈妈这样 他就一定是个好孩子 走吧 进去吧 爷爷总是有道理 我就不和爷爷争论了 来 慢点 爷爷 好 好 爷爷 来 爷爷累不累啊 不累 爷爷 你看 你住在我这里多好啊 嗯 这可是城市里有名的花园小区 嗯 物业管理好 交通又方便 爷爷就可以开心地在这住下来了 嗯 好 哎 我没说这不好啊 那你还不愿意来 那是过去 呐 喂 嗯 对 他之前在我这呢 我找找啊 我就放在这包里了 喂 我再找一找 找到给你打电话 拜拜 王兴啊 你找什么呢 爷爷 我的钱包不见了 里边有我的证件 还有我同事的证件呢 钱包怎么会不见呢 仔细想想 你放在哪儿了 爷爷 你先歇一会儿吧 我再找找 好 我去了吗 我就放在这包里了 别急 再慢慢翻翻 爷爷 我都已经翻遍了 会不会是那猪大气 是他把我钱包拿走的 那个小伙子 他 他怎么会干这个事呢 一定是他 他对我怀恨在心 他肯定想办法报复我 不行 我得打电话报警 王兴 再找找看 先别打电话报警 爷爷 报完了就来不及了 里边还有很多很重要的东西呢 别玩了 哪位是猪大气啊 醒醒 醒醒 你就是猪大气吧 是我 来 出来一下 今天上午 你是不是擦了一辆 红色的微尺轿车 对啊 怎么了 车主回家以后 发现自己的钱包被窃了 丢了重要的证件 还有人民币 车主已经报案了 诶 朱大气在吗 在屋里歇着呢 好嘞 谢谢啊 队长 这是汪姓的钱包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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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拿的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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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拿的 红色 听我 这包真不是我拿的 我这帮朋友可以为我作证的 别巧遍了 跟我们走 好 走就走 反正不是我拿的 大气 怎么了 没事 什么事 怎么了 大气 怎么回事啊 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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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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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好多端端有没有 警察给带走了呢 写车的时候托人社主的钱包啊 不可能 不可能 怎么可能呢 他怎么可能被人家钱包呢 怎么不可能 都让人家带出来的 两把黄瓜 快快快快 快快快 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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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主打气 让警察给带走了 咱们快去救他呀 这事你怎么知道的 我拿点东西 想去好好谢谢他 结果正好碰到他 被警察给 警察给带走了 警察重置 警察叔叔 对对 大哥 大哥 小哥哥也不要再废口哨了 我这样有案子还要办 哎呦 姐姐 公安同志 麻烦您耐着心 再听我说三分钟 就三分钟就好 您看着表都行 您看着表 现在开始 尊敬的公安同志 您看我像一个老实人吗 完了完了 我就说话太紧张了 您就边走边说 我没法讲了 公安同志听我说 这孩子简单地讲 简单地讲 朱大气他当然是有缺点的 这孩子 人怎么会没缺点呢 我的意思是说 我现在想起他的缺点 我都还在怨他 我甚至于我都有点恨他的 对 我的意思是说 这孩子他 他钻牛角尖 你知道吧 从头到尾我一根筋 他 我跟你说警察同志 我平常我没少骂他呀 不信您管我女儿 对 我爸每次骂他 都骂得狗血淋头的 你这么说 这个人也够坏了嘛 不是不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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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 我是说我这不是说话太紧张吗 就我的意思是想夸他 不是我也不是夸他 我就是想我想说实话 我就说实话实说嘛 你说是吧 这孩子他是有缺点 人都有缺点 那是吧 但是他也有优点 他的优点 他的优点就是 他哎他太光明正大了 这孩子 你知道吧 他怎么的 他连干坏事他都光明正大呀 他换句话说 他就从根上来讲 他就不是一个会去 有那个小动作的 小偷小道的 他不是那种人 好了老先生 你说这些都没用 我们没想冤枉他 怎么没用啊 是我们了解朱大器 还是你了解朱大器啊 谁了解也不行 你说一堆空话明白吗 我们把他带到局里来 并不表示他一定有罪 而只是有人举报 又有相关的嫌疑 只是嫌疑啊 按照法律程序 我们要给他先做好笔录 等基本调查工作结束以后再说 好吧 我还办公呢 哎 哎大哥大哥 您是人民主材 你人民主材 你人民主材为人民 你得为我们大器做主啊 好了盈盈 你不要再插嘴了 咱们爸爸跟公安同事说 我公安同事对不起 耽误你一下 我跟你说 哎呀我要怎么说呢 我就是我跟你这么说 我用我的人格 跟我的良心做担保 那小子绝对不会敢小偷 真的 他要托人家钱包 我跟你这么说 他要托人家钱包 您拿枪子把我给崩了 您把我脑袋给砍了 这样下可以了 哎我出门立刻让车给撞死 你们这么说我也没办法 那您说 这钱包谁偷的 您看您这话混蛋 我只知道不是他偷的 我哪知道是谁偷的呢 总不会是人家车主自己 把钱包硬塞到他床口底下了吧 那也不一定啊 先生 我已经跟你说了三遍了 我们警察现在办案 什么都不讲 就讲究证据 除非你现在拿出证据来 否则 你拿什么担保都没用 明白吗 二位 你们先请回吧 好吧 不 这个 这个 我们现在不只是办您这眼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办呢 要不这样 如果有进入的消息 我会打电话通知你们的 好吧 哎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那个什么 地址电话留了没有 留了 以后你少插队了 插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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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队没错没错 没错没错 这不可能 大七不可能偷人家东西 是啊 这孩子们脾气很刚烈的 不会做这种事 怪不得是别人偷的 不是大七偷的吗 干吗呀 别人偷警察会抓错人的 怎么不会抓错人呢 万一就是别人偷了 一紧张往他那儿一扔 然后警察就以为是他 都会把他给带走了 大七这个人这么正直 怎么可能偷东西呢 我怎么 我怎么就忘了跟警察 提这个可能性呢 是吧 太可能了 对 这绝不可能 大七绝不可能干这种事 他应该是个冤枉的人 真可怜的孩子 不行 我现在就到他住的地方去 那让盈盈陪你一块去吧 我陪你去 走走走 进来 请问一下 这是朱大七住过的房子吗 不是 我是他妈妈 他被绕到警局去了 我已经知道了 我想来看看 他回了没有 哪有那么快放出来 不看他两三年已经不错了 偷人钱包 我不相信他会偷东西 所以我想来问问 你们之间有没有人看见他拿了呀 钱包是从他枕头底下找出来的 他是一个从小 连一根葱一根草都不敢拿的人 他这样的孩子 怎么可能偷人家的东西呢 他肯定是被冤枉的 肯定是搞错了 你们如果知道真相 能不能帮帮我们啊 您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是我们栽赃他 我念的您是他母亲 不跟你计较 你快走吧 有话去跟警察说 你也许不了解 我不是他的亲生母亲 他的亲生父母 在他出生的那天 就因为车祸去世了 他是个可怜的孩子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一天都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生父母 是我一手把他带大的 我是他的养母 虽然我们一直生活的很辛苦 可是他从小懂事不图别人的东西 在学校读书的时候知道吗 他就是捡到一支铅笔 都会上交给学校 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同事的孩子生病 他想问我借点钱 我们大气知道我没有钱 我们仅有的一些积蓄 就是为了要给他买一个随身听 他在寻音 可是当他知道了真相以后 他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他跟我说妈妈 人家有危险 就先借给别人吧 这样一个孩子怎么狠得偷东西呢 我不相信我的孩子会偷东西 你们有时了解真相 他就帮帮我们吧好不好 他从小就没有父母 我想到他因为受冤枉 还要去公外护军 我的心都要碎了 求求你们帮帮我 这什么事 你别这样了 那小事 有话您起来说好不好 我不相信我的孩子会偷东西 如果你们偷偷帮帮我 我把真相说出来 我是不会起来的 我给您帮您 我不是个东西 这种恶心的事 我办公司以来还是第一次碰到 你们说出了这种事 不是砸我的牌子吗 你这不是毁我吗 我们小公司经不起这个 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 遇到你这种没出息的东西 你 马上给我离开公司 明天就不要来上班了 头儿 真不是大气拿的 这有你插嘴的份 人家报警 第一个嫌疑人就是他住大气 大气 头儿 真不是大气干的 下午我们都搞清楚了 是这小子在的脏 你们俩也给我滚 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大气啊 我这兄弟能出息 这事搁谁谁都生气 你别往心里去了 你要是想揍他 你就揍 他绝不敢坑声 把酒杯端起来啊 人家大气都不跟你计较了 还不谢谢人家 大气啊 我谢谢你 不追究我 今天下午 我们也去跟人道歉了 把钱也还了 警察局也去说明了 谢谢兄弟 真的感谢你 来 大哥 大气 赶一杯 对了 我想知道 你救我 除了因为你大哥以外 你说那个婶是谁啊 那个婶是你妈呀 我妈 我妈 不 那是你养母啊 这件事都她跟我们说的 是啊 兄弟 她哭着求我们救救你 她那天 多给我们会一下 儿子 阿英 阿英 不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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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来了 咱... 肖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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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